狂牛一族战士们的战斗力并不比之前的狂狮一族弱上几分 就在蒙面女刺客用自己匪夷所思的手段 当场抹杀了刚刚那头狂牛之后 剩下的这些狂牛一族战士们全都疯狂地咆哮了起来 而这样的声浪持续没多久 便引来了徐扬最渴望见到的那个目标 也是这偌大荒原当中徐扬唯一感兴趣的存在 那便是狂牛一族真正的首领牛王尊 也是团队众人一直以来想要寻找的石王尊守护者当中的第三人 更是号称石王尊守护者团队中个人战斗力最强的一位头目 这个家伙是牛王尊 实际上根本不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任何的判断 光从他这庞大的体型就可见一斑 巨大的身体足有四米左右 光是这一条粗壮的手臂 就能和之前徐扬的老伙计 泰坦的手臂那般粗壮 这样的体格放在整个极北盲荒兽族战场当中 也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存在 当听到少主这两个字之后 徐扬等人才终于明白 刚刚那个意气风发的狂牛一族小头目 居然就是这个牛王尊的亲侄子 更是一直以来 牛王尊当成自己接班人来培养的下一代狂牛一族的首领 可是如今这些年来 牛王尊的这个侄子身上附出的心血全都化为乌有了 听到这样的认知之后 牛王尊并没有想象中何其悲伤的表情出现 这个家伙似乎很善于把控自己的情感流露 将心中所有的悲伤全都化作了愤怒 整个人身上无形之间释放出了一股无比强悍的杀戮气息 也正是在因为看到对方这样一种状态之后 徐扬脸上的惊喜颜色更加浓郁了几分 要知道他最近一段时间都在不停地锤炼自己的杀戮气息 以求早日抵达杀戮境界的极限 来寻找突破自己原始力量修炼体系 第十层阶段的门户 看到眼前狂牛身上这种无形的杀戚之后 徐扬似乎从他的身上找到了共鸣的感觉 也正因如此 徐扬毫不犹豫地一步踏空而起 在此落地的时候 徐扬直接来到了眼前这牛王尊面前百米的位置 和他对峙了起来 你就是这几个人族的头领吗 现在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交出杀我侄儿的那个女人 我可以饶你们其他人不死 并且放你们安然离开我这边的大荒原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也是唯一可能寻求和平解决今天这场纷程的途径 你们没有第二种选择的可能 牛王尊这话说的未免有些太过霸气了 但他也的确有这样的实力 光凭他此刻身上散发出来的这种气息 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若非他今天遇到的对手不是徐扬团队 牛王尊面前的这个家伙不是徐扬 恐怕他说出这句话是真的能够带来相应的结果 遗憾的是徐扬老大从来都是软硬不吃 在徐扬的身上从来没有弱点这两个字的意义 让我教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身边的人从来都不会沦为求生的筹码 你想给你的侄子报仇 尽管冲我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将我战胜的话 那么我身后这几个人自然随意将你处置 当然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那么你还要沿着你原本就应该有的命运轨迹走下去 而我就是能够审判你命运结局的那个人 徐扬这番话非但没有让眼前的牛王尊得逞 反而让他有些下不来台 双方都彰显出了锋芒毕露的气场 谁都不可能退让半步 牛王尊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主 眼见徐扬已经这么快给出了明确的态度 自己也没有在任何默契下去的必要 便毫不犹豫地脚下猛的一阵 整个人散发出了更为狂暴的杀戮气势 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罢了 看你这副样子 我们之间应该也没有所要和解的余地了 那就只能通过手上的力量 来增加自己的话语权了 徐扬做出了一副无奈的表情 摇了摇头 对着眼前的牛王尊勾了勾手指 这样的动作对于狂牛一族的首领 也是整个极北洪荒兽族区域 有头有脸的顶尖人物牛王尊来说 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只听着牛王尊发出一声疯狂的怒吼 咆哮声震荡山河 脚下轰隆隆连踏三步 每踏出一步 整个大荒原的地面都跟着颤动了起来 而后他巨大的身体腾空而上 所有的力量全部凝聚在右臂当中 朝着下方的徐扬狠狠砸了下去 徐扬单手背在身后 仅仅用了一只右掌 缓缓向前推出一股力量 这一刹那间 周围的时空法则 似乎都随着徐扬的这一掌 变得迟滞了起来 这一掌的力量 可是凝聚着徐扬自创法则体系的程度 换句话说 虽然他只是做出了一个轻描淡写的动作 但等同于在这股力量释放出来的一刹那 周围的空间法则 都随着徐扬的力量发生了改变 而在徐扬所创造出的规则领域范围内 狂牛再怎么狂暴的力量属性 也没有办法发挥出原本巅峰的程度 果不起然 狂牛的这一拳不偏不倚的 打在了这股气息的最中间 他感觉自己这一拳 像是击中了一团轻薄的云雾 根本没有实质性地承受自己力量的 背进宫点的出现 而徐扬的身体原本就在他这一拳的目标 锁定范围内 确实被这软绵绵的力量完全弹开 根本没有进攻到他的本体 天哪 老大刚刚这一招手段 为何精妙到了如此的程度 竟然可以让自己的气息 与本体虚实相合 并且这般不露声色地 将这样的战斗状态 融入到每一次出手的细节当中 这样的境界恐怕是我们一辈子也没有办法达到的吧 或许也只有云龙天帝陛下才有这样的秀为境界 白虎少年震惊到了极点 他之所以在这一刻提出了云龙天帝 是因为白虎少年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强者 也就只有云龙天帝